那个星期五的下午,我一辈子都忘不了 我的不幸正是从那个下午开始的 你谁啊,你为什么从我家出了 什么,这是你家 先生,你别误会啊 我刚来的时候这门是开着的 我不知道啊 所以我就进去看看有没有人 进去后发现没人就出来了 顺便帮你把门关上 嗯,原来这是你家啊 这不废话吗,这当然是我家 我看见你从我家出来的 我告诉你,这里可是有监控的 行不行,我去叫监控 那你去看监控啊 不过我建议你先看看家里有没有丢东西吧 少废话,要是我家里少了一样东西 我一定要你好看 你别走,给我进来 难道是我想太多了 不行,我得再仔细检查一遍 走,跟我上楼去 新点,别推 先生,听我解释啊 这是一场误会,我不是什么贼 过来,来来来 来来来 来来来 进去 嘿嘿嘿嘿,你干嘛 你干嘛 你这是对我的人生轻盼 我没偷懂血放出去 放出去 谁啊,来了 来了来了 听说你家里进陌生人了 怎么样 那这账本没出问题吧 没忘记 我已经仔细检查过了 这些账本对我们来说极其重要 如果他们被人偷走 事情就会变得很棘手 我知道 毕竟这些账不中 这些账本中记录了我们做的案账 说来也奇怪 怎么了 我检查了其他房间 发现没有忘记 但我总感觉他有忘记 说不出来哪有忘记 那你还把他放走 现在你总该相信我了吧 我是担心把警察找了 找到那些账铺就不好了 况且我都仔细检查过家里的东西了 并没有流失什么呀 这就是我疑惑的地方 那他留意你家里做什么 难道是栽赃 可是我已经搜寻了整个房间 什么多余的东西都没发现 他要是正来栽赃的话 经过我这番搜寻 也该被我发现才是 但他应该还找某种特殊的目的 可这个目的究竟是什么呢 我出去的时候 蒙锁得好好的 他是怎么进来的呢 算了 不想了 先睡觉 别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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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别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先生,你好 你是 你一定就是这个房子的主人吧 我叫罗长 我正好经过这里 看见汽车停在门外 我就知道你一定在家 所以很冒昧的登门办法 想和你见见面 让一下,我先进去房子里看一看 和我见面 是啊 这座房子的周围环境很好 今后能在这生活 我还是挺开心的 你究竟在说什么呀 我哥们就不认识你啊 啊,是这样先生 前些天你的代理人 带我看了这栋房子 我很满意 而且价格也很优惠 我已经用十万元钱 把这个房子给买了 这房子现在属于我 什么 怎么 怎么 怎么会这样 我也是后来才知道的事情的原委 原来 罗查先生和那个代理人 也就是那个红蛋 在我家里见面 罗查先生要来 交给代理人十万元的购房款 但然而 由于罗查先生临时有事没有来 就叫这位代理人晚上到他们家去 将十万元的银行支票交给了他 而这个代理人则将带有我签名的各项文件交给了罗查先生 当然了 那些文件上的签名都是伪造的 那你怎么不在法庭上 给法官说呢 那个家伙已经逃了 他在法庭上无法证明那是假签名 若是法官怀疑我与那位代理人合伙 欺骗罗查先生 骗那十万元 我能解释得清吗 可惜已经晚了 的确 正如他所说 他不曾从我屋里偷走任何东西 可是他偷走到我整栋房子 这下词 我从你宗里的车推出去了 我从你宗里的老板就禁止了 我才能解释得清吗 我现在你宗里的老板就要迷你 decides你宗里的车出了 我闻就扶行过了 看一时间 我请准收剪 李宗里的车推出了 可能会得到我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